A4的SOOPERFOR 企劃中評論 A4的SOOPERFOR 企劃中評論 各位歡迎同志人大家好 我們是第一次組LOUGEON 那我們今天準備要對A4的SUPERFOR 企劃中評論 對不起這不是我的錯 我只是想給你們更鼓勵 因為你們獲得人氣獎 那我們歸納了幾個原因 是因為 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其實A4組在報告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非常簡潔有力的 他們內容是雖然八分鐘 可是他們可以講到所有的重點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廣告文圈 他們的廣告文圈 雖然只有短短幾秒 可是其實他們可以完整呈現他們的產品的優點 以及他們的新產品優勢 然後我們對接下來幾點建議 然後是希望說B4組 A4組能夠更好 首先是他們的活動 你今天是SUPER了嗎 因為他們原本的活動是 每個人可以拿一支斷學的筆 然後去這門市對換一支全新的SUPERFOR BALL筆 那我們在這邊認為說 其實就純粹舉辦免費兌換新的筆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在這方面執行上 你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潛在顧客群 以及你們後面有寫到說 你們會有回收筆的費用 處理回收筆的費用 那我們認為說 如果你純粹舉辦的話 其實是可以省下這個費用的 然後第二點是 搭配相關活動的舉辦贊助 例如說像是挖挖的新書簽名會 那挖挖新書簽名會 如果說他所用的筆是 是會幫我所贊助的筆的話 我相信這個可以讓 消費者的注意力更加 就是可以更多吸引力 然後新產品優勢的部分 原版的UNIFOR 其實他就已經有防水塑乾的優勢 而且這是UNIFOR最大的優勢 所以說在新產品的部分 我們是比較建議 不用再去繼續強調說 UNIFOR的原本就有優勢 我轉來去強調 UNIFOR的缺點就是 出水量不能夠一致性 那我本身是 UNIFOR的15年的愛用者 那我手上有非常多 UNIFOR各種不同顏色的筆 那其實我在使用中 我可以一一跟你們說 其實他每一個不同顏色 比他的出水量也不同 那譬如說這個墨綠色來講 即使你沒有寫他 他永遠都會寄水 就是你的筆蓋永遠都髒髒的 也就是說他是每一支不同顏色 比他都有他自己的缺點 那我們定價的策略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定一個部分 原本舊產品UNIFOR是為32塊 那替換比心為24塊 這支揭的價差是為8塊錢 那我們看到新產品 蘇惠包的部分是 新產品是50塊 替換比心為28塊 那這邊的價差高達22塊錢 換言之如果說你今天是消費者 也有可能會利用中間8塊錢 去買一支全新的32塊 但是消費者就比較不可能 利用22塊錢去買一支50塊的筆 那所以說在這部分 尤其是蘇惠包的成本為19塊錢 那從中成年開始以後 那消費者可能會轉而去 請購買28塊的筆 所以說你們中成年後的營收 這樣會主要是靠19塊 有28塊的9塊錢利潤 也就是說 22塊這種比較大的價差 你們在中成年後的營收 可能會沒有那麼的亮點 定價策略第二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24塊到32塊 是原本UNIFOR的售價 那28塊到50塊 是新產品SUPERBO的售價 事實上他們兩個定價 策略的範圍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說 24塊到32塊有他的支持者 但是你今天變到28塊到50塊 他們其實中間真正成年的價格 只有4塊錢的重疊 也就是說 因為產品的定價範圍不同 那你以後所吸引到的消費者定價 也是完全不同的 也就是說今天 如果我是使用UNIFOR的愛用者 那我可能能夠接受的範圍 就是在24塊到32塊之間 但是今天如果漲價為28塊到50塊 那你可能原本UNIFOR 就由的支持者 可能會一直而流失 所以說我們才會講說 試占率將會有重新洗牌的風險存在 這是定價策略二的部分 那定價策略三的部分 由於SUPERBO的定價為50元 它是B2C 也就是對消費者 消費者今天買到這支筆 是50塊錢的價格 但是實際上的SUPERBO 它的販售是經過經銷商與零售通路 那零售通路是B2B的部分 也就是說在後面財報部分 應該是要以B2B的價錢來計價 也就是說低於50塊錢 來計算你們的所得的利潤 而不是以50塊 所以這部分財報 如果稍微修正一點的話 就是其實會更加的有說服力 然後SUPERBO的企劃 其實我們覺得最可惜的一項 就是你們缺乏各項市場分析 例如說通知產品之市場分析 競爭者分析 還有消費者使用調查報告 那這三項呢 可以幫助你在你以後的財報 做有效的推幅 比如說你目標整年 市佔率是多少 或是你的銷售量 你的目標是多少 那我們接下來有兩個範例 讓你們做參考 第一個範例是 這是我們拉一卷小組組員做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賣的是車子 那我們將會列出所有通知產品 在市場上的銷售狀況 這是2007年跟2008年 我們列出台灣前六名的通知產品 以及2007年跟2008年的銷售狀況 進而去推估前六名的銷售狀況 然後推估接下來這一年 我們嚴正率目標應該要達到多少 同時我們在這檯名之間 也可以看見 我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誰 以及我們未來上市以後 我們打算要吃掉哪一塊競爭對手的市佔率 因此我們對市佩後的定價 與市佔率的建議是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你們可以壓低你們的生產成本 也就是說在提高替換比薪資利潤 不再是那九塊錢的利潤 這樣你們可以在中成年後的營收效益會更加亮眼 第二個部分你們可以下收你們的產品定價 也就是說低於五十塊錢的價格 你們這樣可以保留UNIVO原本的使用者族群 也可以去搶載你們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Hightech的族群 在雙售預付方面 我們一開始看到財報是比較驚訝的部分 我知道後來它好像有改變 不過沒關係 一年直接知道成本為3300萬 一支比成本為19塊 我們從這邊推出 我們從這邊推出的話 也就是說3300萬就屬於一支比的製造成本 你們一年將製造1700萬支的比 可是你們在財報方面 你們年銷售量卻只有29萬支 也就是說你們年營業額應該是以29萬 乘以50塊的計價 應該是1458萬的價錢 所以說在營業額減掉總製造成本為3400萬 減掉你們廣告宣傳費用 事實上這個部分是一個 我在想應該是錯誤的部分 所以說會呈現赤字的狀態 負了4778萬 其實這個值 我相信只是部分的改錯而已 以上我們都是以投資人的角度來提問 然後如果有任何不恰當的支出 請大家多多計量 謝謝大家